美国女星艾莉莎·麦克 在电视剧《超人首部曲》中 饰演超人年轻时候的好友 而为人所知 但今年来 她却涉入了邪教组织 Nexium的争议 被控敲诈 以及协助组织首脑招募性奴隶 6月30号遭判刑 三年罚款2万美元 消息传出之后 又让这个神秘组织 再度成为媒体的焦点 Nexium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团体 为什么会让公众人物 心甘情愿地替她卖命呢 大家好,我是饭气飞 欢迎收看饭气的today看世界 我们要先从Nexium的创办人 齐斯·拉尼尔说起 拉尼尔出生于1960年 自称从小就是天才儿童 一岁就能说出完整句子 两岁就能够阅读 12岁的时候 花19个小时自学了高中数学 当年她读了 以精神控制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第二基地之后 获得了很大的启发 也成为她后来 成为Nexium的灵感 1980年代 拉尼尔对于多层次传销 非常热衷 后来她遇到了护理师 萨兹曼 萨兹曼学过催眠术 跟神经语言规划 也就是前阵子很红的NLP 也就是透过研究大脑语言行为 三方面的关系 分析人类行为背后的成因 并且发展出实用的技巧 帮助人们沟通或是做出决策 拉尼尔跟萨兹曼一拍即合 在1998年就成立了Nexium 组织里面又主打一个主管成功计划 教导参与者如何自我提升 克服恐惧焦虑 进而发挥他们的全部潜能 甚至可以帮助孩子学会13种语言 听起来很老套对吧 但拉尼尔这一套为期5天的强化课程 要价2700美元 却还是一堆人趋之若鹜 20年来有超过1.6万人 在美加墨中心完成了ESP课程 拉尼尔自称是先锋 在组织里面还被视为神一般的存在 还有不少人自称过去罹患焦虑症 恐惧症强迫症 甚至连遗传性神经疾病 妥瑞症都被拉尼尔神奇的治愈了 而加入ESP的学员一开始就必须要签保密协议 还要大声朗读12条宣言 佩戴不同颜色的 带一表示他们在ESP的阶级 学长姐进入房间的时候 学弟妹就要起立表示尊敬 而且一整天要上课17小时 运时隔学 NXM的高级干部还会一起住在一个宿舍里面 平时帮着招募跟指导各种课程计划 比如说警线女性参与的Jainas 那表面上是个解放女性团体 但纽识报道事实完全相反 女性成员必须要注重外表 表现出很柔弱的样子 还得要参与十几种课程 每堂课都是上千美金起跳 另外还有仅限男性参与的保护者社团 SOP 还有主导健身计划的AXO 许多名人 CEO 有钱人 皇亲国企 都是成员 早在2003年 富比士杂志就曾经引述过一位成员的父亲说法 T-Bone-Nexum根本就是个邪教组织 文章还把拉尼尔传直销欺诈前科 以及学员上完ESP后 反而精神并发了遭遇 交代的巨细迷疑 但当时并没有获得太多的关注 这个团体就持续吸睛 不断的壮大 到了2017年 组织内部就成立一个高度机密的女性社团DOS 这个DOS是一串拉丁文的缩写 意思是女奴们的主人 在Nexum工作十几年的加拿大女演员 艾德蒙森就被招募进DOS 当时就有人跟他说 这是为了女权而设立的 但加入之后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到了现场干部才说 他已经被招募为奴隶 逼他交出裸照给主人当成抵押品 警告他如果泄密就要公布裸照 接着艾德蒙森就全身光溜溜地躺上了按摩床 念着主人请烙印我 这是我们的荣幸 然后一个带有拉尼尔姓名缩写KR的印章 就烙印在他骨盆旁边 房间里就顿时充滞了女孩们的尖叫声 跟人肉烧焦的味道 这些女奴被要求一天24小时待命 如果60秒内没有回复主人的讯息 就会遭到挨饿的惩罚 有时会被皮带鞭打 或是被逼着要赤脚站在雪地里面 DOS里面还有一个轮班小组 固定维持15到20名女性 负责跟拉尼尔发生性关系 拉尼尔还会要求他们挨饿 受成他喜欢的身材 其中一名受害者年仅15岁 拉尼尔当然就是这个DOS金字塔顶端 唯一的男人了 而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女星 艾利森麦克则是担任一线主人 地位仅在拉尼尔之下 她利用自己的名气 把十几二十岁的年轻女孩 骗进去迫使他们无偿工作 甚至强迫他们成为拉尼尔的性伴侣 其他干部还包括南斯拉夫伊丽莎白公主的 孙女奥尔森伯格 而女奴也可以透过招募新奴隶 进阶成为主人 简单来说就是性奴版的老鼠会 2017年DOS的消息在Nexium内部流传之后 恐慌立刻蔓延开来 有几十名成员打算离开 也有高层提醒拉尼尔不要做过头了 后来几名成员向地方机关投诉 要求政府调查集团内部的不法行为 不过Nexium似乎后台相当的硬 当局就以各种理由拒绝采取行动 受害的爱德蒙森 向纽约州卫生署检举 替你奴烙印的骨疗师罗伯兹 但官方回应说不会调查罗伯兹 因为烙印的时候 他身份并不是爱德蒙森的医师 纽约州警的一名调查人员也说 不会对Nexium提起刑事诉讼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你请我愿的 成员们还投诉Nexium里面的 另一名医师波特 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之下 播放女性遭到谋杀肢解的影片 给女性成员观看 并且记录下他们的反应工作实验 但是监管机构却回应说 这些并不符合他们所认定的医疗 或是拒绝处分 直到2017年10月 纽约时报以超大篇幅 报道爱德蒙森等受害者的故事 还附上烙印的照片 这才终于引起了美国司法部的注意 展开刑事调查 2018年3月 拉尼尔在墨西哥落网 几个月之后 他跟身边的高层们 包括萨兹曼 爱丽森 金竹妈妈女富豪布朗夫曼 被控敲诈 勒索 强迫劳动 性交易 洗钱等多项罪名 干部们隔年也陆续认罪 而拉尼尔也在2020年的10月底 被判刑120年 等于终身监禁 将被关到劳死狱中 爱丽森麦克在被判刑前 发表了一封公开刑 请求那些被他的行为 伤害的人能原谅他 他说他当时真心相信 拉尼尔的教导 会让他成长 成为更好的人 今天我想问大家的是 你觉得像爱丽森麦克的情况 他到底算是帮凶 还是被害人呢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当Light Today的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道 泛水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但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凯莉的人物放大镜 我们终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